柯文哲再戰一日北高 這個老梗到底是玩幾次了 不過這次真的是玩出新花樣新高度了 還沒出發就跌倒了 幸好人是沒怎麼樣 但是覺得是最大的壞掉 是什麼事情卡在柯文哲的心中 讓他覺得啊哩啊哩站不穩 有沒有可能是 這個他覺得最不公平的 美麗島民調調查最新的 發現說民眾黨的反感度 居然高達50.4% 我的天啊 比國民黨還討人厭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大家可以來分析一下 那麼民眾黨現在主戰場 是在立法院的 不過沒有想到 他認為以一黨五的黃國昌 議事規則居然猛招 老柯跟吳思堯修理 那麼這個寄生專業戶 講到這個 大家應該想到就是三個字 叫民眾黨 寄生專業戶叫民眾黨 柯文哲今天非常不以為然 他說什麼 現在這個黨團的經費根本不獲 是國會寄生我 我們想要請問柯文哲的是 國會是寄生你 還是寄生國家給的補助款 這你要說清楚 那另一方面 我們當然大家最近很關注的是 4X貓 不是公開讓大家來搶票嗎 有沒有可能 高宏安的助理費事件之後 你們民眾黨對於不分區 要這個被寄生的規則 內規有一些改變呢 等一下也可以來了解一下 當然也要帶您來關心 中國的一個最新進展 兩岸之間的互動 好 現在來介紹 一塊來賓 原來介紹是 知名媒體的王一川 惠銘好 大家好 知名媒體的李正浩 大家好 再介紹是國民黨的 台北市議員鍾小平 大家好 知名媒體的邱明玉 大家好 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 張玉善 惠銘好 大家好 好 再來介紹是 民進黨的政治委執行長 王一川 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新聞的最新進展 點燃帶車往後摔 還波及到一旁的黃珊珊 但柯文哲不只自己差點跌倒 近期民眾黨好感度也跌了一遭 因為美麗島電子報公布最新國政民調 民眾黨的反感度高達50.4% 相較上個月增加0.8% 還創下三個半月待新高 超過國民黨的48.1% 還有民進黨的42.2% 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就分析 關鍵恐怕在於黃國昌 畢竟柯文哲先前還曾大戰黃國昌實力強 但回過立院後先是喊國會改革 又主張加開院會導致協商破局 屢屢被質疑不守議事規則惹爭議 加上從蔡壁如到楊寶貞民眾黨內鬥傳言不斷 似乎都成了反感度上升原因 而柯文哲前幕僚吳靜也直言 或許跟選後不檢討有關係 柯文哲自取成為國會關鍵勢力 但一個多月來不但沒有成為關鍵 還惹來不少爭議 現在反感度創新高 也成了柯文哲在展2028 一大憶憂 好 刷流量新高招 阿北跌倒了 這就夠他做頭版了 好 怎麼回事 心情不好 結果二月份的國政民調 民眾拿好感度居然只有32.5 反感度達到50.4 創下了三個半月的新高 為什麼作為一個選八席 在立法院要作為關鍵少數 為什麼在二月的時候 反感度會創新高 比起國民黨的反感度是48.1% 民進黨的是42.2% 為什麼民眾黨那麼討人厭 對 沒錯 那麼有一句話叫做 老狗玩不出新把戲 什麼意思 各位知不知道 柯文哲什麼時候第一次一日北高 是在2016年 那時候怎麼樣 那時候本來要馬上就要選總統了 結果他搞了一個一日北高 那全國所有媒體的教典 全部放在柯文哲騎腳踏車 那時候盛況空前 我跟你說 那時候真的親家抓不住 我還記得他中途去休息 有一個休息在那個小溪有沒有 去便宿有沒有 那便宿裡面卡得都人 還有人在直播 人在爆料 你在直播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擠著人山的海 那時候是這樣 今天變成怎樣 今天變成要摔一下才會上版面 你看他跌倒了才上了媒體版面 所以老狗玩不出新把戲的意思 就是你已經幾次了 你已經幾次到後來 其實在前一次的時候就已經 可是畫面真的滿心酸的 前一次已經人潮濕落了 你就不要搞這個 他今天如果聽我的直接從台北 那麼埔里直接騎到武嶺 那個台灣公路最高點對不對 拚命騎 拚命騎 騎到這樣 騎到整個邊都紅了 那馬上就有媒體 大家都去拍了 為什麼 因為你要逆向前行 那麼為什麼他在選舉的時候 1月13號有369萬票 為什麼現在他的民眾黨 我跟你講他沒拉筋 他是跨不過去 他腿發軟 假痠 沒有拉筋 暖痠 然後你要知道369萬票 真的抓不到 現在竟然他的好感度掉到 掉到五成以下 然後只剩下這個三成多 其實跟一連串的 荒腔軸板我覺得有關係 是什麼呢 之前那麼選巴西上了以後 任由那個什麼一個打五個 像葉問一樣的黃國昌娃 你搶檔搶宰 搶整包的結果 尤其在所謂的立法院長的人選 到底要跟誰合 要跟韓國瑜 還是要跟游錫坤 然後摸兩三遍 摸得亂七八糟 最後投票那天摸得這樣 荒腔走板 對不對 最後因為這樣 韓國瑜上了 雖然他們不承認自己是小籃 但是你就是助了 你就是幫助了韓國瑜 當選的立法院院長 從這個地方開始我覺得 那麼他的支持者也好 還有社會的氛圍也好 對他開始改變 然後我覺得改變最大是什麼 我覺得跟食安也有關係 為什麼 黃國昌苦苦 口口聲聲都說 食安很重要 食安很重要 沒整部沒人 人要堅持對不對 開議那一天20號 開議那天立法院一大早 讓行政院長報告 一買賤就是買賤 他前一天就拒絕簽制 一走了之 然後讓這個 這個食安報告破局 那他是全台灣第一個 新會級的立法委員 第一個質詢行政院長的 你知道他質詢 照理來講 你不是說食安很重要嗎 那你為什麼又 為什麼又不質詢食安的東西 去講那個老掉牙的 這個司法改革的東西呢 然後呢 沒整部沒到買了 禮拜二明明上午就可以 面對的食安的問題 沒到禮拜五 還民進黨提出來的 你的意思就是說 民眾黨最近反感度超過50% 黃國昌要扛嗎 不是黃國昌要扛 是放任黃國昌的人要扛 你知道嗎 那放任黃國昌的人是誰 放任黃國昌的人就是 請坐東請立法院吃飯 請傅昆琦吃飯的 那個民眾黨黨主席 這個柯文哲嘛 柯文哲也發現了 柯文哲如果沒有發現的話 不需要 柯文哲是事前奴命的人 他還本來說是要坐東 就買單的時候 竟然是傅昆琦 國民黨跟民眾黨 各分一半AA制 你知道AA制是什麼意思嗎 我吃的我父 我念的我父 你有什麼感情好說 所以我就知道趙偉沒了 你知道嗎 AA制就告訴趙偉沒了 沒有了 所以你就知道 事實上柯文哲也秀出黃國昌不行 因為從他談話 從他的舉止 從他的這個 所有一切都不像是一個 曾經做過四年立委的人 因為他們八個立委之後 他做過立委嘛 還有包括最近發生的一件事 寶寶事件 我跟你講楊寶珍事件 你知道他們小炒多少是寶粉嗎 所以有寶粉嗎 所以你們聽到都是負面的嗎 所以你說說這50%裡面 有一些寶粉生氣了 當然啊 要教訓民眾黨 我要是寶粉的話我也生氣啊 我要是蔡壁如的壁粉 我也生氣啊你知道嗎 都是負面 裡面又有壁粉 當然有啊 沒有壁粉人家台中 在盧秀燕的幫助之下 能夠選成這個樣子嘛 寶寶哭對不對 各位不要小看那個寶寶哭 因為那個哭不是裝出來的 這個哭是充滿了委屈 人生最悲哀的事情是什麼 有委屈不能講 還要顧全大局說 對我真好 我沒有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讓人家看了以後 就算你討厭他啦 就算你不喜歡他 你都覺得他他心裡 他就麻煩的 唯苦不能說有沒有 所以他的支持者 當然對你民眾黨 有很多的意見 民眾不應該這樣啊 而且我要跟觀眾報一個料 我們來賓裡面男的 都不會討厭寶寶 這些來賓自己承認了 我是不懂為什麼 好來看一下沈富雄怎麼觀察 他說柯文哲看到黃國昌 開協商會的時候 都沒有人理他 所以想想不對出手了 康元約吃飯 這叫做新的鴻門宴 另一方面大家都在觀察 柯文哲你現在沒有 台北市政府的資源可以用了 那麼在立法院 你要用立法院的資源 高宏安的補助費被踢爆了 所以你現在有沒有什麼 新的花招新的手法 要繼續寄生呢 他今天講了黨團薪水根本不夠 黨部出錢聘助理是 國會寄生我 你是從你家 你們家的存責拿錢出來 你才能說國會寄生你 如果拿的是補助款 不要說那麼大聲說是 國會寄生你 他的意思是說 我黨部出錢聘員工 到黨團上班 黨團上班那些 所謂的水電費 印表機的費用 電腦的費用 這些錢 是立法院的錢 那個租金就是立法院的錢 明明就是你把黨部的工作人員 把他移到黨團去上班 運用立法院的空間 然後你說你是國會寄生你 所以先講國會寄生之前 他先蹭飯 那個AA制我要講的 昨天這場會宴 鴻門宴 沈富雄講的鴻門宴 AA制黨團出錢 那七位裡面 唯一不是黨團的是誰 柯文哲 你跑來趁飯還坐C位 朱立倫怎麼不見了 這個傅昆琦要問一下 你怎麼可以讓民眾黨的黨主席 吃飯請他吃飯就算了 你自己的黨主席沒有坐在這邊 那這個柯文哲代表的是誰 代表藍白黨團的召集人嗎 所以柯文哲故意釋放這張照片 他就是說黃國昌你不行了 你讓我的民調下滑 你讓民眾黨的好感度下滑 所以我接下來要直接跟傅昆琦對 為什麼我說他要直接跟傅昆琦對 因為你看藍白黨團的聯絡人是誰 不是傅昆琦跟黃國昌 是洪夢凱跟黃珊珊 直接叫黃珊珊跟洪夢凱聯絡 柯文哲當著大家的面 而且媒體又那麼愛做文章 他當著媒體的面說 那以後洪夢凱跟黃珊珊來對口 這給黃國昌洗臉 本來應該是傅昆琦跟黃國昌對 這個時候傅昆琦跟誰對 直接跟柯文哲對 這是沒講出來的台詞 聯絡你們兩個黃珊珊跟洪夢凱對完之後 我跟傅昆琦兩個繼續去花蓮喝酒對 這個才是柯文哲的目的 他要架空黃國昌自己做總招 所以AA制蹭飯的時候 他不出錢還可以做C位 這也是傅昆琦的目的 他要利用說我可以叫做動 柯文哲來挑戰韓國瑜 而柯文哲目的上面也希望 可以把韓國瑜的聲望拉下來 所以他必須拉緊傅昆琦 要傅昆琦去鬥所謂的韓國瑜 這個就是兩個人的陰謀 他們希望在黨團協商裡面 我們都知道現在民眾黨在八個招委 是沒有席次的 他們唯一的舞台就只剩下黨團協商了 如果黨團協商傅昆琦跟以前一樣 不斷的配合民眾黨來作秀 那韓國瑜很難處理 本來韓國瑜說國民黨是我的黨團 我可以好好處理 我只要跟柯建民溝通就好了 柯建民溝通完之後 我跟國民黨民進黨有共識 我韓國瑜的院長很好做 但是如果今天傅昆琦跑去跟民眾黨合作 在一個黨團裡面有兩個黨團反對我韓國瑜 他很難當 這個也是傅昆琦要所謂挑戰韓國瑜的目的 所以這一場的鴻蒙宴 其實就是柯文哲利用了傅昆琦跟韓國瑜之間的矛盾 然後拉攏了傅昆琦 希望未來讓韓國瑜難做事 在立法院繼續搞鬼 這是柯文哲最大的目的 他不用出任何一毛錢 寄生國會蹭飯之後就達成他的政治目的 他這個2016的這個鐵馬 他就是老固了 從2016起到現在已經七八年了 我這次沒哈過跌倒了 我在新招 所以假摔啊 新招假摔 他以前叫做沒有假摔 他真的一路起北高 他那時候也是在蹭身量 其實2016年他本來就想要選總統了 挑戰蔡英文了 那時候民進黨聲勢大好 那時候朱立倫跟小英選 朱立倫又有換柱事件 整個小英的聲聲很好 大家要的是蔡英文去站台 根本不需要你柯文哲 結果我一個一個去拜託什麼王定宇 你讓柯文哲去設一個加油站 現在反過來說 是民進黨拜託他去站台的 所以柯文哲這個人就是不斷的去 平行而論當時很多人要蹭他 這也是事實啦 當然 他要有他的流量 但是那時候民進黨的立委 相對來講選情是穩定 但是當初是民進黨支持他啦 後來他是怎麼樣侮辱民進黨 自己想一想 對 而且現在都說真的 都是我一個一個去拜託 大家去設加油站的 因為路線是有規定 因為一日北高到路線有規定 他執行加油站的是你 對 不是每一個選區都會經過的 所以你必須有些選區 我就要去拜託人家說 你可不可以設一個加油站 因為那個跟路線有關係 我騎開大概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就要休息一下 所以是一個一個去拜託的 結果現在柯文哲都可以說 這些人拜託他去站台 那就是柯文哲 他不斷的去蹭 所謂的總統立委選舉的聲量 不斷的去蹭所謂的國會的聲量 為的都是達成他的政治目的 他要拉下韓國瑜 他要挑戰他的2028